各位中时电子报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巧心 今天要跟大家讨论一个年轻人相当关注的议题 就是我们的卫福部长陈始忠 最近在立法院被问到 卫福部要提出的育儿百宝箱的政策 要花掉人民六亿的纳税钱 能不能有效的解决少子化的问题提升生育率呢 我们的卫福部长陈始忠他很有趣 他说或许有人看到这个百宝箱会想要生小孩 昨天在网路上就有很多人在疯传这条新闻 不管是年轻的网友或者是新婚夫妻 或者是新手爸妈都纷纷说绝对不可能 还有网友开玩笑问说 你们觉得育儿百宝箱里面应该要放什么样的东西呢 结果底下的网友回答都是说放钱 其实台湾的这个少子化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但绝对不是用这个所谓育儿百宝箱 也就是里面放一些尿布啊奶瓶啊妈妈包等等 1000块的这个价值的商品就可以解决问题哦 我们期待的政府是能够拿出魄力来透过政策工具来改变这个社会 尤其是对于年轻夫妻这样子的一个生儿育女的困扰 年轻夫妻不生小孩子绝对不是因为没有收到这个育儿百宝箱 而是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年轻人的就业跟薪资的问题应该要被改善 第二个是呢房价的问题 其实如果能够让年轻夫妻能够有比较好的这个房价能够居住的话 也会有助于生育 第三个部分是现在呢大多都是双薪家庭 所以呢这个夫妇两人呢都有要上班的工作之下呢 那小朋友谁来带要找保姆或是这个公托或是私托 都是要再花上很大的一笔费用而且非常的耗时 所以我们在托育政策这个部分呢也做的还不够的完善 需要政府来协力来帮助 那这几个部分呢其实政府都没有去琢磨 反而是说我今天送大家一个1000块的商品 好像这个年轻人就会愿意去生小孩 这么简陋这么粗糙的一个政策的观念呢 完全无助于提升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方案 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 2009年的时候呢其实政府有推出一个 育婴留职停薪津贴的这样的政策 我周遭有很多的这个父母亲 最近刚准备要生孩子的 接下来也都会去领取这样子一个补助 那他的方式就是呢 妈妈可以领6个月的这个金贴 爸爸也可以领6个月的金贴 让这个双亲呢都可以去分担家庭的这个照顾责任 也可以呢在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可以在家里带小孩 那也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经济压力 这个例子呢就是要告诉大家 其实政府是可以透过政策工具去提供一些福利 或者是帮忙一些这个夫妻 那跟他的小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照顾的 但是呢我们回过头来看 这个时候卫福部长陈时中的说法就变得非常好笑了 而且蔡英文政府的问题还不只有这位卫福部的部长 包括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他对于这个很多的金融的专业术语 都完全的不晓得 甚至我们国发会的主委陈美玲呢 他对于什么TPP 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区域经济组织 他完全在立委问他的时候都答错 所以我们其实要去关注蔡政府要提醒他们的是 如果我们的部会首长对他们的这个业务项目都不了解 而且甚至有一些错误观念的时候 这个外行领导内行非专业领导专业 要怎么样才能解决人民的迫切需求呢 我想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这个育儿的白宝袋 其实就被大家认为是一个没有效的政策 那政府应该要赶快的悬崖勒马 真正的把方针回到年轻夫妻 年轻人迫切的需求上面 才能帮助更多的人民享有他们的福利 多谢观看